正知正念最重要 不教不造才有效 修行就是修清静 不忘初心最重要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自尽其义才有定力 在生活中修定 在工作中增长定力 放下执着 精进修行 清静自心 常忏悔 常念经 不忘初心 师父还说 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佛人 你才会进步 如果你感觉自己什么都懂 你自己已经抱住了功高我慢 也会扰乱你心中的正知正觉 接下来 你的烦恼就开始升起了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下午第一次白化佛法共修 读了一篇白化佛法 感觉灵验无比 因为这几天搬家 心情也非常烦躁 在念功课的时候 明显感觉 所念经文不顺畅 非常吃力 当我读完一篇白化佛法 念大悲咒的时候 感觉比之前顺畅多了 由此可见 白化佛法能量巨大 倾注着台长的心血 我们更应该好好读 每天去读 增长智慧 去除贪嗔吃 努力做一个与佛菩萨相近的人 今早经过一个早市 有个残疾人坐在自制小车上 面前有个小碗 靠别人的施舍生活 明显没有劳动能力 却迎着左右两边异样的目光 艰难前行 我毫不犹豫地就不失给他钱 他非常吃惊地 丢下手中的拐杖 接我手中的钱 我想他一定吃不饱穿不暖 感受到了事态炎凉 尝尽了人间的疾苦 他有多久没有吃一顿饱饭 他有多久没有受到家的温暖 想到这里 我心里是非常的难过 希望所有的爱心人士 都能伸出援手 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让他们不再感到孤单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师兄分享道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 下面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一位新师兄接触心灵法门已经两个多月 念小房子九十多张 师兄得了癌症 手术以后需要做六次化疗 医生对他说一次比一次反应得厉害 新师兄学佛很精进 每天念经都是给菩萨上香在念 有一天上香时 求菩萨保佑做第三次化疗 突然间一束金光进入房间 绕了一圈 最后在师兄的头顶上转了转消失 第三次化疗后 结果没什么大反应 一切都很好 不是和医生说的一样 都是菩萨妈妈慈悲加持保佑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太灵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同修的分享 下面这位同修分享道 菩萨保佑我没有花一分钱 如愿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洗衣机 2020年的年末 我经师兄介绍去一个工厂干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工 开始工资每天一节 后期有一点拖延 很快就过春节了 心想过了春节再催吧 一共还欠我400元钱没节 从2月14日开始发信息 就是不给我节 2月26日元宵节 我上头乡 跟观世音菩萨说 我一直也没有怎么给师父放生 也没有念过小房子 心里很愧疚 许愿给师父放生 到了3月1日 师兄帮我催了一下老板 我又念了一些解节咒和心经 念完不一会儿 400元钱就给我打过来了 到了3月15日 于老板说 正好有那种不大不小的鲤鱼 差不多有五六百块钱的 我就和每天和我一块放生的师兄说 你先撑你的 剩下的我都要了就行了 他撑完之后 正好还剩440元钱的鲤鱼 给师父又买了一只甲鱼 一共450元钱 到了3月21日 孩子爸爸给单位的车加油 正好一个加油站在搞抽奖活动 如果一次性加200元钱的游 可以参加抽奖 一等奖是电视机 二等奖是洗衣机 结果孩子爸爸真的中了一台洗衣机 太感恩了 现在我每天看着这台崭新的全自动洗衣机 真的有说不出的喜悦 我知道这是菩萨给我的洗衣机 要不然不可能那么多去抽奖的 怎么孩子爸爸就中了呢 我家的半自动洗衣机甩干桶早就坏了 过年的时候洗衣服用手拧拧不干净 弄得满屋子都是水 我一直在心里发痕 今年我如果找到合适的工作 首先先买上一台洗衣机 记得师父曾有个录音 大概意思就是你放生花出去的钱 菩萨会还给你的 而且还会加倍地还给你 想到这里 我眼泪就在眼圈里寒着 学习心灵法门这么多年 菩萨和师父给了我很多 这些年 师父经常到梦里来加持我 这一次给师父放生 我只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就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洗衣机 真的很惭愧 让我想到了佛家的一句话 舍得舍得 舍了就能得 感恩师兄的分享 真的很灵验 这位师兄分享道 求菩萨后 牙痛很快缓解 昨晚 我睡前牙痛得厉害 而且左边脸部开始肿起来 因为今天要上一天的班 所以我担心 昨晚会越来越严重 影响今天的工作 然后睡前 我就求菩萨妈妈 让我别那么疼了 我尽快去看牙 现在许愿读一篇白化佛法 希望能够消除 我在牙痛方面的业障 随后就用手机 打开一篇白化佛法 进行学习 然后过了三四分钟 明显感觉牙痛缓解了 再过一会儿 就觉得没有那么痛了 可以入睡了 今天 我用手机挂号也非常顺利 正好明天下午 我的下班时间 那个大夫就还有一个号 感恩菩萨妈妈 白化佛法的能量 真的不可思议 就是牙痛 这种生活中的琐事 菩萨妈妈 都会慈悲帮助我缓解症状 我真的很感恩 也很感动 同时感叹 白化佛法的不可思议 希望各位师兄 也多学习白化佛法 用白化佛法中的智慧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同时提高自己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笑话吧 一个人相信某件事情的存在 他的心态就会转变 心态非常重要 因为心态决定了你的命运 有一个人 他楼上的邻居 去年到泰国去旅游 买回来一瓶药酒 里边有一条小蛇 泡着一条小的眼镜蛇 他每天坚持喝一点 一直跟邻居炫耀说 哎呀 真有效 自从喝了这个药酒之后啊 你看 我生之骨啊 越来越好 邻居呢 感觉他很有劲 他的确好像比过去 有精神 哎呀 这一段时间 感觉他 他自己都感觉 他自己好了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有一天早上 他碰到了邻居 他说 哎 酒喝光了 他说 我想把眼镜蛇取出来 再煮点汤喝 没想到一看 那是塑料的眼镜蛇 人生 其实补什么不重要 心态最重要 当你相信某件事情 你会在精神上得到满足 如果真的是一样 很好的营养品 你不相信它的作用 可能也起不到 百分之一百的 辅助你身体的效果 所以生活里的后悔 一半源自于你的生活本身 一半源自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一则寄语吧 不学佛来 真可怕 你傻我傻 大家傻 你贪我贪 大家贪 最终什么带不走 空流惆怅在人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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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